台北股市最近血流成河 但今天在台股當中 最慘的鴻海居然不跌了 為什麼呢 它的大客戶蘋果在台北時間 今天上午的8點多大家上班前 發表了史上最快的3奈米M3晶片 搭配在MacBook Pro筆電 堪稱地表效能最強大的筆電 意外的是整場的發表會影片 都是用iPhone拍攝的 同時也宣傳自家iPhone的功能好棒棒 果然今天台北股市 儘管血流成河 但是瓶蓋股最抗跌 我想問阿亮 綠了好久的瓶蓋股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個發表會 轉紅了呢 應該說有一些個股有機會 但是不是說整體 因為這一次的重點是在於說 它發表的是這個Mac 3的晶片 這晶片目前看起來 它不是搭載在所有的產品上 它是搭載在新的MacBook Pro 以及iMac的部分 這一次的部分來講 大概有三個亮點 第一個就在於說 它的MacBook Pro的部分 今年來講是更新的兩次 第二個重點再來說 iMac它兩年多沒更新的 這一次搭載M3之後就推出來 第三個重點就在M3這個晶片 不過它這一次的發表時間有點短 因為大概只有30分鐘 很快 應該是歷史上最短的一次 因為平均來講的話 以前來講的話 蘋果發表會大概88分鐘 所以只有30分鐘 30分鐘有沒有講到重點呢 我覺得是有講到重點 因為主要就是在這個M3晶片 M3晶片它有三種款式 第一個基本款 搭載的大概是8核心的CPU M3 Pro的部分是12核心 然後M3 Max來講的話 搭載16核心跟40核心的GPU 所以GPU效能上來比較的話 它比這個M1的晶片 GPU來講的話 大概還快了2.5倍 比M2快了1.8倍 所以效能上來看的話 它整理是有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那在整個GPU效能部分來看的話 目前來講的在這個部分來講 最大的特色就在於說 它有支援的這所謂的光追技術 什麼叫光追 光追就是它會把這個陰影跟反射 會弄得更鮮明 更炫爛 所以你看起來部分來講 栩栩如生 對 又更3D立體的 所以這個技術搭載的情況之下 未來這個iMac或MacBook Pro的部分 它搞不好就可以玩什麼 玩很多這種3D立體這種遊戲 就可以跑得比較動 跑得比較快 所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也大大提升了 它整個電腦運算的效能 另外一個亮點就在於說 它這一次是選擇在 萬聖節的前戲 第一次在晚上做發表 為什麼 因為它襯托出這種 太空黑的神秘感 配合萬聖節的鬼魅氣氛 鬼魅氣氛 然後這一次的MacBook的重點 就是在這個太空黑 就是感覺起來 好像滿好看 滿炫 滿科技感的 另外在iMac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一次搭載的M3晶片 比上一代M1晶片 因為沒有M2 就是M1 M1晶片在快了大概兩倍左右 比搭載英特爾晶片的效能來講 快了大概2.5倍 所以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你現在在使用M1晶片的iMac 以及這個英特爾的iMac 能夠做一個換機的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來講的話 應該是還算是有亮點 只是說今天台北股市不好而已 那這一次為什麼選擇 在這個雙11前做一個發布呢 因為新品在明天 就可以做一個預購動作 然後在11月7號 都可以做一個正式的發售 主要目的就在於說 它希望能夠把這個Mac 最近的銷售數據來看 弄得好看一點 因為過去大幅度成長 是在這個階段 就是Mac它採用自家的 蘋果的晶片的時候 2020年 有出現了大幅度的一個 換機的需求 現在來講人會發現 最近目前看起來 都是比較平緩的 所以它希望就是說 透過這個搭載所謂M3這個晶片 它可以刺激它的一個銷量 我是覺得說 未來這個AIPC跟AINB 絕對是兵家必爭之地 因為會有很多推生的助力 讓這個銷售試助力 會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蘋果它這一次 在這個iMac的部分 搭載所謂的M3晶片 它也是怎麼樣 宣告說我在新產品領域 我要做一個保持領先的動作 因為我們知道iMac是用 所謂的ARM架構的PC 所以如果說未來這個區塊 它能夠保持領先的話 等於說在下一個世代 AIPC的部分 它就可以保持一個領先的地位 因為你現在連高通 連發科 手機市場都已經沒有辦法 他們都要去做PC了 所以他們都要轉做PC的部分 然後現在微軟跟英特爾 有在開發AIPC嗎 其他來講的話 像宏基 華碩 聯想 甚至惠普 他們其實都有在開發 AIPC的一個計畫 所以明年預估來講的話 AIPC NB銷售數據 應該會來到1000到1億台之間 所以這個成長幅度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都在搶 好 這大家都在搶的情況之下 要不要台積電的這個先進製程 要嘛 當然需要 對不對 那三星想不想分杯跟 三星也想分杯跟 所以三星它其實就很早就發誓 就是說在2025年之前 要導入什麼 第一支2奈米製程的手機 目前看起來 2奈米 先進製程的競賽部分來講 台積電是保持領先的 因為在2022年的時候 應該跟上2022年的時候 三星跟蘋果都說 要把這個三奈米製程 導入到手機 結果是三星先量產了 三奈米的GAA 可是把這個三奈米製程 直接導入到手機的是誰 是台積電 因為這一次iPhone 15 Pro的 這個晶片裡面來講 A17 Pro 它就是三奈米的一個晶片 所以三星我個人認為 它發誓歸發誓 但是我覺得可能做不到 可能做不到 因為台積電還是非常強的 日本的部分也投入很多的資源 它也派了這個工作人員 去跟這個IBM取經 大概派出100名的技術人員 大概投入是5兆日元 大概是1.1兆台幣 其實這個金額來看 跟台積電跟三星 整年的資本支出 是相差不了太多的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跟韓國都在積極追趕 對 要拚兩奈米 對 台積電怎麼辦呢 台積電後有追兵 但是大家放心 台積電有更先進的技術 這一次他其實有提到一個 兩奈米的黑科技 叫做什麼 叫做這個金貝供電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看它的 採用這金貝供電之後 整體的效能會怎麼樣 如果採用這個金貝供電之後 你會發現效能是 持續做一個提升 然後它的一個面積來講的話 你到兩奈米 兩奈米的GAA 它是降低大概5.5倍左右 你採用GAA是含金貝供電的話 它可以降低多少 降低7.5倍 所以面積是大幅的降低 效能大幅的提升 功耗也做減少 所以這個技術來講 應該是兩奈米 非常厲害的一個黑科技 那金貝供電到底是什麼呢 講簡單一點 大家要知道 矽晶圓它要做供電的時候 它是用後段製程 用正面供電的方式 這個電源輸入在上面 對 但是現在電晶體 它會一直堆疊 要堆到10到20層 所以你在傳導過程裡面 你要傳到最下面的電晶體的時候 這個傳導過程會發生功耗嗎 一定會發生功耗 而且它的電源裡面 跟所謂信號線 它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功耗速度 可能功耗又更多 但現在敢用 這個所謂的備電供電之後 我直接把電源 放在晶片的背面 等於我是由下面往上供電 所以你下面電晶體的 功耗來講的話就減少了 而且它把這個訊號的一個 使用的電力的部分 也把它做分開 所以兩個是分開的情況之下 在未來的效能上來講 它一定會大幅度的做提升 這邊就講 就是它用多種的方法 將功率傳輸到電晶體 從背面供電的一個方式 也許是可以減少功耗 未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對 沒有錯 不管是日韓要拼2奈米 要跟台積電PK 目前台積電看起來 還是站在領先的地位 我們講到今天早上 蘋果的這場發表會 沒有辦法救了台股 但救了一支股票 2317的鴻海 對 大家發現今天鴻海 大概還漲了2.118左右 終於不跌了 昨天嚇死人 因為昨天鴻海股價 直接殺到94塊 目前來講我個人認為 雖然說蘋果的發表會 為它有帶來一些 不錯的一個好的消息 但是這一段期間 大家要注意就是說 連續賣超的是什麼 是外資 主要是外資賣下來的 所以你要去觀察 外資有沒有回頭做買超 如果外資它還是繼續賣超 那當然要小心 但是外資如果出現 所謂的油賣轉買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鴻海差不多短線 低點就在這個地方了 那就安全了 所以你就觀察 最近這11天賣了 17萬這樣的外資 接下來它的動作是怎麼樣 如果有穩定的話 鴻海這個地方 應該就穩在這個地方 如果還是在賣 還是在賣 那你就不能接刀子 你就要稍微繼續看一下 很多人都問說90幾塊很便宜 可不可以賣 對 所以我覺得 你還是要看整個外資的一個動向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一家公司是大立光 大立光今天漲幅率 大概2.22%左右 不過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大立光今年前三季只有多少 96.93元 跟去年同期做比較化 它是年減42%左右 所以還是減少的 很多的手機零組件 最近都鼓底反彈 但是它還在年減 它有在年減 但是就是說股價它沒有在跌 但是你要讓它短線出現 像之前那樣大幅度的一個彈升 我覺得是比較 機會比較低的 最近外資他們在注意什麼 其實它不是注意這種 老牌的這個蘋果概念 它注意的是其他有一些轉機性的題材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蘋果的新機發表裡面 它發表的是什麼 發表的是MacBook Pro 筆電 以及iMac的部分 所以最近你會發現 新日新的股價就不一樣了 新日新它主要是做供應什麼 供應蘋果筆電的軸承的部分 就是轉彎的那個地方 對 轉彎那個軸承 所以另外最近股價跟這個鴻海 跟大立光就不太一樣 它就明顯的一個漲幅 大概漲了18.9%左右 最近來講外資的部分 你看到外資也是持續做買超 所以外資其實最近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注意比較 前面跌很深 然後比較新的一些 零組件應用的公司 所以新日新就上來了 另外一家我個人比較看好是什麼 是5469的漢宇波 漢宇波你會發現 它今天其實也沒有跌到 因為漢宇波它主要是什麼 投信在做索碼 你看投信買一大堆 為什麼買這麼久 買這麼多 明確問到重點 為什麼買那麼多 主要原因在於說 因為最近大家比較熱衷 投資什麼ETF之類的 對不對 ETF裡面來講的話 00929是比較熱門的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的部分 你看它持續多少 2.04%左右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它目前在買了漢宇波2%多 還有機會再向上買 我是覺得還有機會 因為現在2.78萬張 那它如果繼續買的話 我覺得你越來越看 它就是繼續買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投錢進來 所以這些基金經理人 它就有足夠的銀彈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繼續買 繼續買的情況下 股價就比較不容易跌 除了這個00929買之外 00713代理買1.358 1.358 漢宇波它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主要什麼 就是落在NBPC 所以明年這個區塊 AIPC 以前的絆腳石 現在變成鑽石 它可能會變成大熱門 因為你除了這個晶片升級之外 你其他要不要PCB 要 所以現在看起來很不好的東西 明年搞不好會有很大的轉機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它現在的前三季EPS 就已經4.6塊了 那你跟這個大力光前上去做比較 其實它本益比 這個大力光16倍 它才10倍 它10倍左右 所以我覺得股價 你說第四季隨便賺 賺1塊好不好 賺5.6好了 那你今天股價才56塊 那相比價本益比才10倍 本益比有可能低 很低 所以我覺得這兩股股票 我覺得是相對安全 平開股裡面是可以做留意的 正確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 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五七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